在影片的开头,我们邀请各位羽球大神来评定一下 画面中这位女生的水平可以到几集 是不是您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她在网球场上的表现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介绍一下这部影片的主角 曹嘉怡,身高176公分,女子网球职业选手 被认为是目前国内网谈最有潜力的新星 刚刚获得全大运公开组女子单打冠军 作为同样是往前挥开项目的羽球和网球 在实战中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电话访问了正在台中训练备战的曹嘉怡 请她谈谈自己的体会 哈喽,乐体育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曹嘉怡,今年19岁 就读国立体育大学一年级 是个职业网球运动员 跟我打球的其实是我哥哥 但我对羽球没有太多的深入了解 就是平常休假的时候会跟家人朋友 尝试一些不同的球类运动 我觉得网球跟羽球最大的不同是 羽球比较小颗,但球速快 反应时间比较短,所以反应要很快 还有羽球场地小,控球要特别的精准 另外就是羽球轻,可以有很多用手腕扣球的动作 这点跟网球最大,最不一样 网球必须用更多的全身力量 因为如果有太多手腕动作,恐怕会容易造成受伤 全大运结束后会有在国内短暂的调整 因为考虑经费,所以预计5月底会安排东南亚的赛事 然后再看大陆开放的情况,会考虑安排到大陆参赛